迎接全球瞩目的年度娱乐盛世 奥斯卡颁奖典礼 曾经在洛杉矶市中心 成功举办过八届颁奖晚会的 巴尔蒂摩前喜酒店 最近也推出了奥斯卡晚宴的庆祝活动 并且邀请了所有的嘉宾 一起来品味看看 这一次传奇奥斯卡的不朽故事 透过黑白纪录片 还原从1930年到1941年 八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的盛况 热闹非凡的气氛 是多位好莱坞明星大咖们 最意气分发的姿态 甚至还有迪斯尼创办人 华特迪斯尼和Shirley Temple 如此美好的回忆 全都发生在洛杉矶的 巴尔蒂摩前喜酒店 奥斯卡丽摩尼 在奥斯卡丽摩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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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张记忆中的珍贵老照片 如今全都完整地放在 酒店画廊里展出 站在这里观赏 犹如昨今时光碎灶 诉说着令人难忘的奥斯卡丽摩尼 新智美食上桌 不仅卖向极佳 菜品设计更是充满巧思 包含用家不菲的鱼子酱 来代表电影中的黑色元素 搭配口感绵密的马铃薯 来呈现电影水底情深中的 完美一镜 甚至用上菲力牛肉 营造出电影最黑暗的时刻 以及大虾配鸡尾酒 打造出电影逃出绝命症的 畅快淋漓 是美食与奥斯卡之间 绝妙的完美搭配 最大的赛费是 最后的赛费 我们想要做的是 发展所有的菜 所以它将到最后的赛费 所以人们将会谈谈 在整个赛费中的赛费 我希望最后的赛费 所以我们认为那些赛费 我们也认为那些赛费 然后也认为 那些赛费 也认为那些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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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接第九十届奥斯卡颁奖典礼 巴尔地摩千禧酒店 以最棒的美食和充满回忆的场景 为所有电影粉丝 献上独一无二的奥斯卡之夜 观众查询更多信息 请上巴尔地摩千禧酒店官网 东东新闻彭丽扬平俊 洛杉矶采采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